小红想25万左右买台中型SUV车型 朋友推荐福特瑞介 我却认为哈兰达更可靠 请问瑞介值不值得购买 哪一款用着舒服性价比高呢 不是我泼这个哈兰达的这个车主的冷水啊 瑞介无论是从动力操控 乃至在市区代步或者跑高速 都要完全凝压你哈兰达 哈兰达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咱也不偏谁也不像谁 对不对 也许哈兰达的车主听我这么说 会极其的不高兴 那请你有时间去开一下这个瑞介 就知道我说的有哪里不一样的 哪个更厚道 性价比高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这辆款车 到底差多少 差在哪里 给它扒的挺弯服 先说一下福特瑞介PLUS 基于福特的CD4平台打造的 像经济柱啊都是处置这个平台的产物 我们先说一下站两台车的这个车身强度 福特瑞介 A座B座主要的部位 关键的部位 承重的部位用上了1700兆帕的热成心刚 而整个车的还有其他部位也用上了热成心刚 达到了1500兆帕 什么概念呢 就是同级别的SUV里 它能给你AB座用上1500兆帕的距离 就是非常良心了 所以说整台车的这个抢度是非常大的 使用年纪高达30% 热成心刚里面加在了蓬刚 那是什么材责 那最早期的时候是坐装甲车 坦克潜艇用的材责 强度是硬度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你车翻轨的时候 A座B座它不会变形 然后就推车门 能打开车门 能逃出去 如果A座B座变形了 你车门是开不开的 你想跑跑不去 那就非常危险 是不是 所以说买车一定要注重这个车身安全 日系车嘛 特别是本田它的这个车身强度是非常非常薄的 连1000兆帕都没看到 汉兰达呢 这款车A座B座车衡量也用上了1500兆帕的衡量 但是它没有达到1700兆帕 但是它比例只用到百分之不到20 百分之十几 所以说它用的面积比例是非常小的 所以说这两台车的车身安全上还是这个瑞典更好 再一个你花25万买车 哈兰达那就比汽油版2021一款 那只能买一个最低配的 起盖版 而你买瑞典Plus25万能买个中配了 中高配 所以说 性价比非常高啊 对吧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发动机变成箱底盘谁更好 福特瑞基Plus带来一个2.0T的直膨无能夹发布机 扭矩是390马尼奥245 匹配一个通用和福特一起研发的8AT病箱 而且呢 它这个悬挂前后都是独立悬挂 独立悬挂前后悬挂那个下百臂都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还有这个轴承底座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这个是非常棒非常好的 它和铁悬挂有什么区别呢 它能减轻这个弹簧的压力重量 减轻这个轴挂的一些这个负担 而且操控更好一些 强动更硬一些 稳定性也更好一些 而且底盘防护防腐 还有管线那些包裹做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那么汉兰达也是搭载一个2.0T的乌兰德亚发动机汽油版 那么匹配了一个爱信6AT变速箱 扭矩是350马力是220 所以说同时2.0T 但是调教的马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动力上的锐节更好一些 所以说开的时候也有一个表现出来了 这个爱信第3代6AT变速箱质量也是非常可以的 变速箱是没有问题的 指定是没有问题的 耐道皮色 通用的8AT幅度也非常不错 悬挂也是前面是独立悬挂 后面是异形多连杆独立悬挂 但是它使用的是双层冲压式的一个悬挂 铁悬挂说白了 刚一悬挂 它不是铝合金的悬挂 所以说这个成本就大大减少了 降低的成本 开和输入操控上就明显不如这个锐节 所以说这么贵的一个车 它并没有用上这个铝合金材质 25、6万到30、12万的一个车 所以说挺坑人 那么刚才说了 发动机两个车还是 福特的更棒一些 动力更好一些 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变如香 可以说福特的8AT也能用住 没毛病 市场口碑都很好 这个哈勒达的爱信6AT的质量也是没有问题 能用住非常好 但是悬挂底盘完全是锐节 要碾压你这个哈勒达 不是差的一行半点 差很多啊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驾驶感受 哈勒达需要加92号汽油 而锐贴只需要加92号汽油 所以这就是这两台车的差距啊 现在油这么贵汽油 是不是 必须得考虑到 油耗这两台车都是9个到12个之间 都说日系车什么油 哈勒达开10个油 11个油的很正常 知道吧 它俩油耗还几乎差不多 都说美系车油耗高 现在已经不高了 那是以前老历史了 哈勒达开了呢 低速的时候 低速打 那么一二打稍微有一点顿戳 动力呢是可以的 绝对是功用的 发动的声音呢也是偏大 但是如在一旦速度起来之后 胎照风照雾照 明显革音做得非常不好 而且底盘扎实感也不好 很松散 非常不符合它自己这个定位啊 一个价位 不符合这个级别 做得很不好 那么反过来 瑞健呢 这款这个提速是非常快的 而且变速箱调校的非常的线性 几乎是没有顿挫的 操控这一块 轨弯呢 车身的侧倾呢 要比哈勒达要好很多 非常明显 底盘的支撑 扎实感都要比这个哈勒达好很多 包括刹车也是非常好 脚感非常不错 而且开得非常灵活 不像哈勒达那么笨 我认为在这个级别里 在这个价格里面 能超越瑞健的 几乎是没有的 很难被超越了一款好事了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个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朋友点赞 拜拜